大家好 那現在就來進行快速介紹阿卡迪亞這款遊戲 這款遊戲我大概試完了一個小時多吧 那試完以後相關心得我就快速大概講解完 首先先來說明如何快速刷手抽吧 刷手抽的話就是假設你先註冊一個平台賬號 你進來了以後然後你透過新手教學你都會得到五十抽 折一就是五十抽嘛五組十抽的那你選一組喔 那如果你選你覺得你不喜歡的話你要進行快速刷手抽 那你就是記得先在戰鬥畫面那邊調成兩倍數 你調完了以後再來左上角 然後這邊有一個用戶中心嘛 你點進去以後你就可以進行切換帳號 然後你在平台那邊再重創一個帳號 你密碼那你直接這樣子就可以進來 那進來了以後他戰鬥就是 因為你你初期是已經射好兩倍數了吧 那你無論後面你怎麼重開帳號都是兩倍數的戰鬥 這樣是相當快速的 那抽角色部分的話我看了一看大概趴了一下文 我發現其實像左邊跟右邊喔 就是江小新啊朱蒂雅就是雅典娜跟孫悟空 這兩隻角色好像目前熱度是比較高的 那當然中間那隻其實是攻擊還可以還可以附帶一些補血喔 人打人補啦那其實當然你手抽對於武克玩家來講啊 你帶越多SSR會越好 那在初期的召喚這邊啊有一個福利就是 你只要花五張召喚券就還有一次十連抽 我已經把它抽掉了所以看不到 再來就是來介紹就是武克玩家可能比較不會接觸到的 對於有客來講他有一個特權卡 主線經驗和金幣獲取量增加25%喔 然後還有一些東西都是翻倍的喔 首次獎勵翻倍其實這些東西啊 只要花你台幣290 然後還有一個月卡 所以這邊加起來大概就是460塊 好 武克玩家的話如果這就是為什麼 武克玩家你初期的首抽SSR要帶的過多 因為他這種特權卡對於有客的來講 隨著時間喔其實累積下來也蠻驚人的喔 那差異性也蠻驚人的 有空可以去看看一下那個特權卡跟月卡吧 戰鬥部分呢 我們直接進行戰鬥的話是相當方便的喔 這個遊戲還算是很有良心喔 假設已經你進來開轉 好滾他了 輸也沒關係喔 然後你進行攻擊了以後 5秒後就可以直接跳過戰鬥了 是一個相當方便的 你看右下方 一天有50次喔 跳過就知道誰輸誰贏了 贏了 所以真的是放置型的遊戲 這也是他一大特色 編隊部分也有分為前排中排後排喔 還有右上方有一個聯繫表 在這邊哇密密麻麻的 這個你可能要大概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推關卡推不足的話 你就要進行強化英雄喔 那你這邊還有副本 右上方 這個副本其實就是把小隊派出去 然後進行一些取得獎勵啊 然後boss上啊等等 那強化角色部分 角色強化部分 升級這個是相當簡單的 你只要一直點一鍵升級就行了 突破需要碎片 還沒有覺醒 因子這個是刷關卡的 你缺什麼就是啊不是刷關卡 他是刷神域的 當然也是可以疊戰力 所以神域本身也是你啊 一大重點喔 就是你在打關卡推不了以後 你要也要到神域這邊進行刷圖喔 他這邊可以進行自動戰鬥了 那掉落的材料就可以進行你英雄的 因子 因子的碎片就會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在那裡取得了喔 好吧那整體對於萌星的話 你要入坑之前 你先看一下這個簡短的 你大概心裡就有個底了 其實 如果對於有客來講 你隨著歲月來 隨著歲月 這幅度落差會比較大一些喔 那我還是蠻建議 如果你無客的話 記得要去刷首抽 那你要刷首抽之前 在戰鬥畫面的時候 就先把它調成兩倍數 然後你在左上方的用戶中心這邊 去切換你的帳號 重新再註冊帳號密碼 然後就直接進來開始刷 你刷完首抽 然後 如果你覺得你不喜歡 那沒關係 再往後的打一下 拿到一個五連抽嘛 五張連抽券 然後你在這邊還有一個特價 用五抽就可以換得一個十連抽 你把那個也再抽一下 搞不好你這邊可能中了兩三張 你可能前面只中一 你可能在五十 你可能在之前的五組 十抽折一的時候 你可能只有中一張 一張SS啊 但是你可能在這裡 五張 換十抽這邊 你可能又可以中了兩張 那你一樣就能開局了 好吧 那這款遊戲 我個人覺得相當好玩 那這邊還有看板娘的部分 那看板娘的話 你等級要到 有一些SSR角色可能要20等 對20等的時候 才可以更換看板娘 在這邊還可以幫他調整一些 你喜歡的表情 雖然你點看板娘 本身沒有一些什麼 比較漂亮的一些動畫 那沒關係啊 因為他畫得很漂亮 手足這邊 索菲亞SSR 這張是後排的 輔助型 好吧 那整體大概簡訊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趕緊下載 大家掰掰 我們先進行 看板娘 自己的位置 相當地獄 衝人 但是 雅 他在雅 可以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